请合掌 南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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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上个礼拜 虽然我们居士们都非常的色心色念 在于探究这一个心性大法 这个法义 尤其是这个五蕴 这个五蕴在色阴跟这一个行阴 是比较不容易弃入 但是老师对我们居士们 你们的素质的善根福德因缘 老师是绝对赞叹 我老人家不相信你们听不懂 意思就是你们这一天一定要听到有就对 没有关系 昨天在山上法师们也是一样 刚刚在请经世尊者所开示的心性大法指使 第一次他们说稍稍的误入 就属于主臂 稍稍误入意思就是刚刚摸到鞭 就要拔下去了 结果我再第二次的再来诠释 这个时候 属于双眼就亮起来了 意思就是只要在临门一角 对不对 像足球这样 临门一直踹进去 然后我再第三次解 结果师们深深的吸露一口气 是什么意思 一口吸进千香水 是什么意思 一口哪里可以吸进千香水 一直在讲 法医已经入心 所以不管你上个礼拜 是否能够悟到这一个世尊所开示的心性大法 没有关系 30秒后 老师哥继续 临门第二角 临门第二角 临门第二角就要出局了 对不对 好 等一下呢 我继续在摄影 我们上个礼拜探究当中 最难的 你那个转折点 你还没有转过去的 那一个点 老师再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好 那么出现在第几页呢 好 应该是在380页 的第一段 还有381页的那个最后一段 381页的最后一段 都是郑麦书那个焦光大师所诠释的那一段 好 好 来 现在呢 我们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 这样子来追寻 我们呢 就是一小段一小段 因为上个礼拜 已经诠释过 我们还特别去 这个成居室 在这个地方 来做一种 这个唯一以上的一个诠释 好 我现在呢 你们现在笔先放下 看我老人家这个地方 这个虚空啊 你们不要以为虚空 就是所谓的天空 现在这个桌子所占的这个空间 这个没有物像所占的是不是也是属于虚空 你要有这一种的概念 比方说你们五指伸出 假如是拳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拳 你不能够把它当作说 我拳是在虚空 不对 是你这个拳 有占有虚空的一个位置 一个空间 这样知道没有 好 那么你看拳跟掌 掌 你要是五指伸开的时候 指跟指中间 是不是也是虚空 你要有这种概念 你怎么让啊 经典上空虚空 你都抬头望天 好像以为虚空只有是天空 才是属于虚空 不对 这样你们有没有搞清楚 还有 你也要了知 没有空 宇宙万华 不能够有活动生命 像我们的体内 五脏六腑 是不是也是需要有空间 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们的肠 没有空间 食物如何的进出 是不是 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的这个色针 就是像一个小宇宙 就是像一个小宇宙 老师这样子比例的话 也许大家说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个虚空要注意 肠胃要有虚空 连那个细胞彼此当中的 他们的新尘大件 是不是 他们也是要有虚空 也是要有空间啊 对不对 好了 现在呢 先请大家翻到380页 好 我现在呢 一小段一小段讲 好 现在呢 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人业经讲义370页 好 此破 空花呢 若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比方说虚空花 是真的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 虚空有花的来处 好 那既然有来处 是不是有花的入处 就有来就有去嘛 好 那注意 假如呢 这个虚空花 它一定是从虚空中所生出 那么呢 还就是说 但虚空中 还是可以回到虚空中之内 那你认为呢 虚空 它是没有内外的 然后呢 请说 我们有门 门可以从门外进来 也可以从门内出去 是不是 那门呢 对不对 关上的时候 你可以开 你可以关 那虚空呢 对不对 虚空它的用 它的这个毅力啊 它是一个含 含荣的意思 包含的意思 好 我们现在用一个最简的例子 比方说呢 这个女众啊 女众要背一个包包 你不要以为 她只有一个包包 为什么 因为这个背包里面 一定还有一个中包包 中包包里面还有一个小皮包 小皮包里面还有一个零钱包 这样 继续包下去 这样知道没 我没有举这个 该实在的例子 有些我们女居士呢 她就没办法说 这个虚空 对不对 因为它有空间 英语都讲space 对不对 比方说 这个桌子所占的这个空间 已经被这个桌子 桌子有那个室体 它有它的那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体积 那么这个空间被桌子所占据的这一个空间 啊 能不能再容纳另外一个桌子 再来占据这个空间 没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的实体 注意 实体跟实相 你们要分清楚 实相 就是宇宙万法的真相 宇宙万法首一之体 哦 这个是超越我们凡夫众生 其实是二胜者 啊 你言语道端心情处美 而且这个实相 是不容许任何的因素 来坏散它 来破坏它 来改变它 就是你想也想不出来 实相 你如果说实相 未来可能不是很了知 实相 真如就是实相 如来藏就是实相 法身就是实相 法性就是实相 法性是包含佛经跟法性 对不对 那么呢 第一异地大空 今儿是实相 对不对 是宇宙万法的一个根源 这个是实相 实相 那在我们这边所讲的实体 实体空中 它有一个固定的体积 意思是这样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阿难的这个例子 阿难尊者的例子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一行 假如呢 这个空花呢 是从虚空中出来的 你就把它当作说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那么呢 照到底讲 还是应该可以回到虚空里面 对不对 还可以从虚空入 有出就有入 假如有出就有入 那么就相当于虚空有一个内空跟外空 对不对 那么虚空哪里会有内空跟外空 对不对 所以说假如说有内外 那么它就是不是真的虚空 这一点 这样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去入 好 那么再接下来 刚才讲 虚空若是有内外 有分内外 那么它就不能够成立真的虚空 好 这一个例子 要注意 虚空假如不是真的虚空 虚空假如不是真的是真空的话 那么呢 它有实体 就是说 它有实在的一个体积在 就是说有实相 我们大学说的 就是实心 在十百 你知道没有 好 那么呢 只要 这个虚空 它不是真空 而是有实实在在的 它的体存在 那当然 这个有实在体的这个虚空 不是真的虚空的话 那当然 花就没有办法从虚空里面出入 对不对 比方说 我上个礼拜有几 好 注意再看 比方说 老师右手边 就是你们的左手边 这一片的墙壁 它是不是有一个体积在 有站 是不是有一个站 有一个空间 好 那么这个墙壁所站的这个空间 这一组墙壁有实在体 那么这个墙壁实在体 是不是占有一定的空间在 那么这个墙壁的所站的空间 当然不能够再容另外一个墙壁 占有 这样听到这一组墙壁 那非常好 慢慢来 不要紧 好 接下来 好 那么呢 假如虚空是真的实体 是有一个固定的体积 那就是像什么 像我们阿难尊者一样 阿难的尊者 他这个射身 若是一个实体 当然我们都知道阿难的射身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是假象 是毕竟空性的离体 但是他这个地方比喻 是说 比方说阿难的尊者的射身 是一个实体 那么呢 当然 这个阿难尊者的 这个实体的这个身 当然不能够容纳 另一个阿难 在阿难的实体里面 这样听不懂 相当于 就是说 阿难的实体 实在体 当然也没有办法容纳 花 在阿难的这个实体里面 有出有入 他说实在体 他是实体 好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这个是一种反比喻 反显 反显什么呢 虚空 他是以容 注意 这个容是含容的意思 含容 好 好 所以说 本以含容 唯一 假如 这个虚空 他非是实在体 那么呢 他自然能够容许花 能够容纳花 但是注意 容纳花 并不是代表说 这个虚空花 是从虚空中 生出来的 听不懂 这差很多 人家说含容 人家说包容 包容 含容 如果说包容 就是我们的内心一种含 那么呢 以虚空来讲 虚空 假如 他不是真正的实体 不是实体 那么呢 他自然可以 融 花 可以融 花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额外强调一点 即使是一眼有毛病的人 他有看到花 他有看到虚空花 在虚空出入 对不对 可见得 对不对 一眼病的人 他认为怎么样 花有在虚空中出入 但是他的唯一错觉就是说 虚空可以生出花 所以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 在虚空中出出入入 这个是一眼病的人 一个最大最大一个障碍点 听不懂 虚空含花融化 是因为他不是实体 不是实体 注意哦 实体和实相 你们要分开哦 注意清楚 好 所以说呢 既然虚空能够荣纳花 那么他就是真的虚空了 他就是真的虚空 是不是 因为虚空是以荣 寒荣为意嘛 在我们的第四行上面 对不对 他有讲虚空 这是以荣 就是以寒荣为意 好 那么虚空既然非是实体 所以他能够荣纳空花 那么既然能够荣纳空花 他就是真的虚空 那么真的虚空 哪里会有内空跟外空 哪里要分有内跟外 对不对 像你看你的周围 没有被物质现象所占据的这个虚空 他哪里会有分内外 对不对 是不是 好那么呢 既是真的是虚空的话 他必无内外 那既然没有内外之分 有其有花的生出 跟花的入于虚空 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好 所以说 前面举例 就是说 云和 众生可以说 这个虚空花呢 他一定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对不对 在380页的第一行 有没有 他说这一段 是要破除虚空花 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那他要破除虚空 对不对 生出虚空花 那就是相当于 他的正确的毅理是怎么样 虚空 能不能生出虚空花 不能 好 这个道理你要注意 他要破 所设的比喻 那就是相当于 他正的比喻 就是与他所设的刚好相反 好 那知道 好 那接下来 好 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一种的破法 就是相当于是倒破 倒过来 倒过来 就是说 好 你假如认为说虚空 可以生出虚空花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举例的 那既然这个举例不能够成立 对不对 因为虚空本来就没有内外 对不对 那怎么会说虚空 虚空可以生出虚空花呢 对不对 他只是容 并不是说可以生出虚空花 这样知道没有 说这个是倒着破 先比喻 这个可以成立的 这个例子可以成立的 然后他说 假如这个例子可以成立呢 那么又如何如何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可以证明虚空 能不能生出虚空花 对不对 那就是相当于说 破除虚空花 非是从虚空中出来的 因为有出就有入啊 好 那你们现在在看到 看到这个381页 倒数第三行 因为老师要这样子比喻 你们才有办法整个契入 好 因为义理不是在知道 知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知你只是用耳式 在清闻印身 你不需要用文性 由印身转成义理 这个才是法入而入心 你听懂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倒数第三行 好 正脉书当中 他曾经提示啊 教官大使提示 四字不达 其实这个四字啊 可以指示 比方说是凡夫啦 恶圣人啦 甚至于包含这些外道 对不对 他呢不能够彻底的了达 太虚空是从何而来 知道没有 我们都知道 学过三世六初 知道 学过三世六初 都知道 对不对 我们这个慧美空 是从哪里来啊 慧美空从哪里来 是不是 所以说千万要觉得 每次上课 这两面的图档 他就是金刚护法 好是你正 念要正 你要理向理念 才能够无所住 所以说这两面图档 当你起妄想 再打妄想 没有办法理念的时候 那你就注意 你就看这两面图档 看这两面图档 对不对 图档 老师上课的一些图档 还有表姐 那个都是为了 要诠释法义的方便 他并不是究竟 但是你没有借着图腾 来引众生 引文法者 入于世尊的心境大法 没有办法 你要像常中一样 即心即佛 理一切的言语 理一切的音声 我如果扶持一拍 连下课两个字 当中不用说 你会感觉如何 不然现在是 到什么程度 我感觉是有这种的慧根 是不是 老师不是说 你们没有这个慧根 而是说 你不需要真正的契入 世尊所比喻所开示的旧境意 世尊开示的旧境意 一定要注意 你要深入金帐 才能够智慧如海 真智如海一般的浩瀚不可估计 所以你不要是表面上 五文字像的了知 这个差得很远 这个差得很远 所以你一定要弃理 然后在理上面 用一个理的法的脉络的连串 广 然后在重面的解析度 我们医学称为剖析 但是我们学佛者 这个意理我们称为解 解析度 解析度一定要透明 不能够有任何的抗疼 我常常提示 不要在意理上 认为也许是这样 大概 我认为 这个都是不究竟 这个也许大概 我认为 这个以后都会造成 你在义理探教上的一个隔疼 它会牵制你 会束缚自你的正直正见 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是为什么老师每一次上课 讲到义理的时候 老师都医而在 医而在的 这样子 提示 我们在做居为居士大德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好我们看 倒数第三行 这个世智不能够了达 凡夫二圣 甚至于是外道 他们不能够真正的了悟 太析空是从何而来的 假如 他们要以 这个色身 就是五蕴身 还有这个气势间 来论 这个我们的究竟的心性的时候 究竟本不生 本不不的心性的时候 那怎么能够穷救 心性大法的根本 是不是 我们的赞然极尽心性 它是极灭 如如不动的 外界的六成 它是必尽空性 是不是 本质无所住的 你如如不动的心性 才能够弃入 对不对 必尽空性的 对不对 缘起信空法 对不对 所以说法法都是按住在 必尽空性的本位 你知 那是你意识概念的知 你必须要真正的从你 极灭的心性 游游不动的 湛然极尽心性 才能够真正去除 所以要做到 通常我们的这个知 你要是用意识知 那么 还只是隔一层 就是像你坐在 这个车子里面 车子里面的那个玻璃 是不是都有 有反光的玻璃 挡住 对不对 你从车内 要看车外的真的境界的话 是不是隔着一层玻璃 对不对 那你所看到的还是怎么样 还是不是究竟 还不是真实的境界 这个是比喻啦 车外的境界 哪里是真实境 老师这个只是比喻 那再接下来 好 假如 这个我现在已经讲到 道手第二行了 假如你 现在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摄音 绝非是从我们的眼根中生出来的 摄音不是从我们眼根中生出来的 有人会认为说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某一个物镜 对不对 好 那么我眼睛看到 那就是这个物镜 是从我眼根中生出来的 你眼根没有镜性 你怎么可以见物啊 是不是 而且你所见的物 你所见也是影像而已 为什么 为什么你所见只是影像 我们的心体呀 注意 我们如来藏的这个心体呀 就是像静体一样 像静体 宇宙万华 它的假象 投射在我们心体之中的时候 我们的心体自然怎么样 它有显像的一个妙用 注意哦 显像不是生出像 宇宙万华 我们见宇宙万华 我们的眼有见性 我们的见性 是不是就是如来藏 妙真主性 相应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啊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的心体 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体 自然 在眼根的见性 见到设法之时 设法的投影 对不对 它 怎么样 投射在我们的如来藏体当中 我们的如来藏体 它会显现出 显现出什么 显现出我们的见性 所见到的一个设法 我们所见到的那个设法 那个设法 是真实吗 不是 是假象 所以我们看到的 是不是就是假的 人家说假的 有的 你没有这样说哦 初学佛者 他会说老师 要是真假 那你就告诉他 是假象 那假象 当然在座诸位 你们学我都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假象 我假的讲到假象这两个字 你必须要马上 马上 智慧要起 圆起 信空 假象是不是圆起 是不是依他起 假象是不是 借着条件因缘而起 所以你们讲法生法媚 法有生法有灭 那个是因缘 条件 幻生 因缘条件 失去之时 变化之时 法你们认为是魅 那法岂有真正生气 法法都是必经空性 法法它都安住在必经空性的本位 它哪里会有生气 知道到这边 有没有插入 没有插入 没有插入 所以我没关系 不能说 对不对 刚好上课的时候 最是色心色念的时候 那接下来 法中的比喻 法中的比喻 他是以这个目 来比喻我们的真正 注意 以眼 来比喻真正 所以说 等一下呢 我们在讲的时候 就是 真正有真正 对不对 你不要忽略说 老师 这当时出现那个真正 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 法中呢 他就是比喻 目 他来比喻作为真正 好 从这地方开始 因为上个礼拜 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的人 有出现插入 好 所以你这个合场的上面 你如果把这些人以真正 真正 真正 何尝会有义法可胜出 我们的如如智 什么时候会胜出义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 如如理 气如如智啊 对不对 如如智相应于如如理 真如理体当中 本无义法可立 当然也无义法可浅 所以说 真正 何尝会有义法可胜 如果有义法可胜出呢 好 那接下来 假如 这个设法 它真的是从真治当中 生出来的 注意哦 你这就是假设 假如 这个设法 是真正的从 真治中生出来 千万记住 这个是比喻的假设 因为他前面已经告诉你 对不对 我们的真治当中 何尝有一法生出 何尝有一法,你假如说政治当中有一法可立 那肝就有一法可浅,那就是心外有法 所以说这个比喻是要让你们知道 假如这个设法,它可以从政治当中 而生出的话,那么照道理讲 我们上个礼拜讲,有情是不是生出有情 是不是,好,那么这个就是说,假如这个设法 是从政治当中生出来,那么照道理讲,看最后一行 这个设法何当是有真知 因为有真知啊,对不对,因为它从真知生出来的 我们上个礼拜讲,有情就生出有情 是不是,所以说假如这个设法 是从政治当中生出来,那么真知所生之法 当有真知,当然是不可能啦 真知怎么会有一法可生 是不是,它这个是比喻 好,那接下来 好,这个出,你最好在旁边一个注明 就是说,真知所生的这个设法 假如,它呢,出现于虚空 就是说设法在虚空啊,对不对 而且这个设法哦,出现在虚空的设法 它是真知所生的设法 而且这个设法是有知的哦 有真知的哦,好 那么这个玄就是说 当这个,真知所生的设法 出现在虚空中 有真知的这个设法 当它回旋回来,入于你的心的时候 应该它能够知道你的心体 我们的心体是不是在藏体啊 设法可以知道我们的心体 那就是无情界可以了知有情界咯 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样有没有了知 老师这样举例的话 你们应该可以清楚 我再讲一次 假如说 这个从,真知当中生出来的设法 它出现在虚空中的时候 那么呢,这个虚空中的设法 是不是,真知所生 那照道理讲,真知所生的设法 虚空中的设法 是不是,它也应该有真知 好,那么呢,当它这个设法呢 从虚空中 回旋要入于你的心之时 照道理讲 因为这个设法有真知啊 它是不是,可以能够了知你的心体啊 这世尊的比喻 真的是 不知道如何来赞叹 好 那么呢,当这个虚空中 有真知的设法 回旋过来 要入于你的心的时候 它应该可以能够了知 你的心体啊 那你的心体 如来藏体 无形无相 不来不去 不生不昧 不争不减 怎么设法可以了解你的心体呢 好,那接下来 若无知者 那这个旁边好像有空白 你应该要注明 假如 这个虚空中的这个设法 它是无知 它是没有真知的 那照道理讲啊 没有真知的设法 它就是变成什么样 变成无情戒啊 对不对 好,那么呢 这个设法 既然没有真知 那么它就是无情戒咯 无情物咯 那么这个无情物 当它出现在虚空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障碍虚空 是不是可以障碍虚空 上个礼拜 我不是请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成居士吗 有没有 他拿了一本书 现在我们把它放大范围 比方说 这一面图腾 这面图腾 它是无知的 那么呢 这面图腾出现在虚空中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障碍虚空 你们从那个方向过来 你可以知道这个图腾 后面的寒常合物吗 是不是 除非是你有什么 你有天眼 你如果有天眼 你现在要点点 先让我老人家讲清楚 是不是 好 那么呢 这个就是说 无情戒 它出现在虚空的时候 对不对 无情戒的设法 假如有真知的话 它回旋回来 虚空的设法 假如有真知 它回旋回来的时候 要入于你的心的时候 是不是它可以 能够了悟到你的心体 当然这是不可能 好 那么假如说 虚空中 的这个设法 没有真知的话 那么照道理讲 在虚空中的 从我们眼睛伸出去的设法 它停留在虚空中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 因为它是无情戒人 它没有真知 那这个没有知的 没有真知的设法 是不是会障碍虚空 这样有不 那你 你如果说到这些 又不得了 你就自己去一本 对不对 这个是无情戒 当然 这是宝物 这是经典宝物 我现在是说 比方说 对不对 不是真知 我从我眼睛伸出去的设法 它不是真知 它没有真知 那么没有政治的设法 变成无情戒 所以无情戒 出现在虚空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障碍虚空 它是不是 你们从那边看过来 是不是 它会障碍虚空 我挪到这边 它就障碍这边 我挪到这边 它就是障碍这边虚空 你听不懂 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 这个义领的连串 你们不能够有 不能够有插入 好 那接下来 好 既然 无情的设法 它出现在虚空 可以遮障虚空的时候 它假如无情的设法 它回旋过来 就是说 在虚空这个无知的设法 回旋过来 要入于你的心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会障碍你的心体 是不是会遮障你的心 好 马上翻过来 382 耶 好 那么呢 又迷者设出 心因无上 这个地方最重要 这个地方最重要 意思就是 这个迷者你可以讲说 比方说凡夫 凡夫呢 他认为 这个设法是从眼睛渗出去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你 这个眼睛渗出去的设法 它在虚空中的时候 它是无知啊 它虚空中的 它无知的设法 出现在虚空的时候 它会障碍虚空 好 那么呢 它回旋过来的时候 入于我的心 是不是会遮障我的 我的心啊 我的心体啊 好 然后马上讲 遮障我心结的这个设法 要是离开了我的心体 如果你 入于虚空的时候 照道理讲 你的心已经不被设法所遮障 那 你的心有没有障碍 没有 没有障碍 因为 它 无知的设法 入于你的心的时候 它是变成无情戒啊 它会遮盖到 你的心体 那假如这个无情的 无知的 这一个设法 离开了你的这个心体 照道理讲 你的心体 不被设阴所遮障 它应该是没有障碍的 你的心体应该是没有障碍哦 你听不懂 怎么听不懂啊 学会 我们现在讲到382页 你都来得很及时 因为现在正是紧要关头 好 那接下来 悟者射入 这个悟者啊 我们可以暂时比方说 比方说是二圣人 要说这二圣人呢 他能够悟到 这一个设法 入于心的时候 好 那么呢 射因入于心 它是无情戒啊 对不对 从眼睛生出来的设法 入于虚空 然后它回旋回来 要入于你的心的时候 当然 入于你的心 设法 入于你的心 它是无情戒 照道理讲 它会不会遮障你的心体 对 那设法 无知的设法 没有真知的设法 离开了你的心体的时候 到虚空中的时候 它不遮障你的心 但是它会遮障什么 会遮障什么 会遮障虚空 你听不懂 我再讲一次 现在已经看我这个地方 比方说 总之就是说 我眼根 我眼根可以伸出设法 那么呢 假如因为我的眼根有见性 那是不是有知 是不是有知 脏体嘛 对不对 我的见性有知 眼根伸出去的设法 都是有知的时候 那么呢 它在虚空的时候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零零绝绝 因为它是真知所生的设法 那么到底讲 从我眼根伸出去的设法 因为我眼根有葬性 有真知 所以在虚空中的设法 它是有知哦 那么呢 当虚空中的设法 有知的设法 回旋过来 从虚空中回旋过来 要入于我的心的时候 照道理讲 它也应该可以了悟我的心体 因为有知嘛 有真知嘛 这样听不懂 现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 假如从我眼根伸出去的设法 它是没有真知的 那么没有真知的设法 是不是变成无情戒 无情戒 无情戒 所以说呢 从我眼根伸出去的设法 它没有真知 那变成无情戒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遮盖虚空 好 那么呢 这个无情戒的设法 回旋过来 在入于我的心的时候 一起无情戒 是不是 要道理讲 是不是会障碍我的心体 它既能够障碍虚空 也能够障碍我的心体 因为它无知啊 而且真知的话 那无有一法可得啊 零零绝绝啊 是不是 我们的真知 对不对 不管是在虚空 不管是在我们的如来藏体 不管是在我们的阿赖乙 是其他东西 它都是零零绝绝 它窘脱根层 不受根层的系辅 所以称为怎么样 灵光毒药啊 你有看到那些毒 单独的毒 好 那么你想一想看 这个比喻 就说明 不管这个设法 从我们的眼根伸出 它是有知 或者是无知 假如有知的话 它应该可以见到我们的心体 无知的话 它会障碍到我们的心体 那既然假如设法 它是无知 会障碍我们的心体 那么当这个 障碍我们心体的设法 离开了我们这个心体的时候 道虚空中的时候 我们的心体照道理讲 应该是没有障碍啊 对不对 那么就是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就会变成应该是如如智才对啊 因为遮障身体的设法 一定是离开我们这个心体啊 所以我们的心体 原本如来仗底 是不是零零绝绝 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假如 在这下来 那为什么 那一定 防腐众生要 没有烦恼障 没有守智障的时候 才能够以如如智来 气入如如里 这样 这样 到才能够找一遍 好像还停留在原地 我再讲一次 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强调 眼睛手伸出去的设法 假如 因为我眼睛有见性 我的 这个伸出去的设法 也有见性 有见性的 就是有真知的设法 对不对 在虚空中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他也是有真知啊 所以他从虚空中的设法 有真知的设法 要回入到我的内心的时候 他照道理讲 他应该可以了知我的心体 对不对 好 那假如说 在我远根伸出去的设法 他是无知的 他不是真知 没有零零绝绝的这个真知 那么呢 这个没有零零绝绝的这个真知 当他到虚空中的时候 他也是无知啊 对不对 也没有真知 好 那这个虚空中的设法 没有真知的设法 他回旋回来 要入于我的心的时候 会变成怎么样 是不是会遮战我的真心 对不对 好 那你们都是用这个设法的初根柱 来形容我们的心 要被遮战 或者是说没有被遮战 假如你认为这个道理可以成立的话 那现在咯 师尊就访问 没有在这个嘉光大师这个正面书里面就访问 假如说 设法 有知 不会障碍心体 无知 就会障碍你的心体 这个论点 假如成立的话 那为什么各部经典讲 都是说众生 一定要到烦恼障 跟手之障 就是无法二子 全部消敏 才能够以儒儒自来 造儒儒理 那你听不懂 所以可知 摄印 是不是 存在 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它是 我们虚幻的 这一个心 一念无名 所怎么样 所产生的 所以摄印 是不是虚幻不实 这个举例 应该知道 所以说 众生一定要 无有烦恼障 跟手之障 意思就是说 你聚生的我执 聚生的法执 还有聚生的 这个我执法执 对不对 后天的 这个我执法执 都要消敏了之后 才能够以儒儒制造儒儒理 对不对 所以说心体 本来就是灵光毒药 它是无异法可得 所以摄印是不是虚幻 告家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要以 众生要 没有烦恼障 没有守之障 这二障的时候 唯有以儒儒制 来造儒儒理 注意 这个造 就是相当于儒儒制 之 真智 在侧造 这个造 老实讲 它是一个真智 真智才能够策造真理 好 所以说儒儒理跟儒儒制 你们不要把它切分成二分法 儒儒制 它是讲它的理 儒儒理是讲理体 智 是讲一体所起的真智的策造 它的妙用 好 所以讲到儒儒理跟儒儒制 你千万不要把它二分法 好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儒来藏体 它可以起妙用 儒来藏性的妙用 好 所以一定要注意 好 所以说 这个道理到这边就可以让我们知道 是不是 不是设法遮障心 我们心就有障碍 不是设法离开了我们的心体 在虚空中的时候 我们的心体就没有障碍 一定要注意 这个所以说 色因是虚幻不实 是虚幻不实 那么呢 我们的心体里面 之所以灵光毒药 但是为什么我们也仿佛众生 没有办法将我们的藏性 产生妙用 藏性就是在产的如来 在产的如来这样 在产的佛性 在产的佛性 所以说你想一想看 众生 唯有以如辱至 其如如理 才方称为 湛染寂静的信心 所以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如理底当中 没有义法可得 既然没有义法可得 但是你不能够忽略 缘起的现象 所以说 虽然无义法可得 但是缘起信空 一定要注意 假如讲到假象 你这个缘起信空 这四个字 要马上出现 不然的话 你说 缘起的假象不可得 这样就落入于断灭 对不对 那么法法都落入断灭 法法是缘起信空 不是断灭 你法法都断灭的话 那就相当于否定因果 是不是 好 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才对 好来 现在我们再看 382月的经文 我先请经文 好 事故当之 色因虚妄 本非因缘 本非自然性 记住 虽然说 他才没有这个本 老师把他够这个本 本非因缘 本非自然性 所谓的自然性 就是印度外道 他们所主张的 无因 因为是无缘 你的针对什么 眼前所见的 你的虚妄 无因无缘 他本来就是这样 自然 没有因没有缘 对不对 这个是外道论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全世文 是故 这个花像 它是非从空来 花像并不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也不是从我们的眼生出来的 那你假如说 这个 你假如认为说 老师 那不是这个一眼病 假如我们用这个一眼病的眼呢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 那当然也是可以 为什么用一眼病的人 他见到虚空有花 他认为这个虚空花是真正的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嗯 对不对 所以他也可以回到虚空里面 好 所以说 非从空来 亦非是从目出 好 如此 知道 摄影它不是从虚空中生出 也不是从我们的眼来生出 那么你自然应当要起智来观察 注意哦 这个智 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 啊 这个智慧 世俗人的智慧不 这个智就是要叫真智 所以我们应当要起真智来观察 啊 有比喻 疾欲之外 就是有上面的比喻 来知道这个法义 哦 知道这个法义 所有一切的摄影 无非是怎么样 无非是怎么样 转 无非是怎么样 夜相 还有转相是老相 要注意 这个夜相转相的老相 哦 你们千万不要 有的人呢 初学活着他 不了是夜相跟转相 他这样打开来说 无非夜转之老相 老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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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夜里 快转出老相 他不知道 这个夜转就是什么的夜相跟转相 啊 啊 知道没 啊 啊 啊 就是第一系跟第二系啦 啊 无非是夜相转相之老相 啊 也是一样 同比我们刚才所举余率的这个虚空法 对不对 因为邓目发老 邓目啊 邓目啊 就是眼睛一直直视的某一个物或是某一个境界 这个就是邓目啊 邓目引起眼之疲劳 所以产生老相 啊 他这个老相呢 啊 意思就是说 啊 啊 是夜相转相之老相 这个是异理的比喻 好 所以说呢 有道目发老 那么呢 虚空花才会虚妄的显现 主义 啊 无以异也 他就是说这种比喻跟异理 啊 是怎么样没有差别的 相当于当然是有比喻 啊 然后借着法和 对不对 啊 来蹭头异理 啊 所以要注意 好 以本无身体 也虚 就是说呢 啊 法法 都没有生起的这个实体 法法都是毕经空性啊 对不对 他是缘起性空啊 对不对 啊 所以说法 本无生起的实在体性 好 那么呢 我们称为虚 虚妄啦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有寻悦为现缘妄 这个寻悦要注意 啊 这个法法 都是依寻于个人的本业缘 才妄现的 所以称为妄 所以称为妄 寻悦 就是依寻个人的本业缘 就是说你阿拉耶斯来的经济在做主了 好 所以说依寻个人的本业缘 虚妄的显现 虚妄的显现 我们称为妄 好 好 那当之 是 寻悦意 就是说 当之呢 这个经教 是要告诉我们要悟这个意理 好 上一句 啊 的教义啊 是让我们要悟 像 像是虚妄的 上一句不 上一句是对 上一句是哪里 上一句是哪里 色云虚妄 你也说上一句是事故当之呢 嗯 对不对 用以下这边用下二句 下二句是什么 啊 还有呢 本会因缘还有什么 非自然性 这个才是下二句 下二句的教义呢 是告诉我们要悟 悟什么 哦 信片注意 信 就是说 远其信空 啊 这个 毕竟空性 的 这一个 毕竟空性 这个意理啊 他是怎么样 啊 是周平法界的 所以我们称为片 是周平法界 你说宇宙万法当中 对不对 啊 就是外太空 种种的法 他也是怎么样 是远其信空 啊 比方说呢 啊 太阳系有九大星星 对不对 啊 这个银河系 有好几亿的啊 啊 这个太阳系 然后你超银河系呢 然后再双超银河系呢 你怎么讲 那都是远其信空 四日的概括 嗯 不然的话呢 银河系 还有超银河系 还有怎么样 啊 再超银河系 无量无险的银河系 是不是 啊 啊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啊 实陈告诉我们 色银 不能够用虚空罐 色银就是说 一个颗粒围尘 跟宇宙虚米山 甚至于包含有十方佛刹 那个都是什么 都是怎么样 都是毕竟空 十方佛刹 那个是诸佛菩萨 以他的愿力 以他的愿力 啊 所做的这个水域道场 水域道场 就是为了要怎么样 啊 要引渡众生 入于法义 所以称为水域道场 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了知的 啊 一个颗粒围尘 啊 跟一座虚米山 那都是毕竟空境 当下就是毕竟空 对不对 设法没有所谓的大跟小 啊 假象当然有啦 啊 是不是 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 好 我们呢 可以了知 啊 下二句是 的教义是告诉我们 要远起信空 而且信空之礼 是周遍法界的 哎 这个地方呢 啊 这个摄音之法 啊 他这个是总啊 这个总结论 观其象 是圆望 注意 这个象啊 啊 这个象 你就跟他说 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法法之象 都是虚妄不实 啊 是观象圆望 这个我们在前两三个礼拜里面都上过了 啊 啊 观其假象的体性 原是真 为什么 因为假象啊 假象他是依我们的心体显现 所以是微心腺 法法都是微心腺 但是是为事所变 事可以变 但是我们的心体只是显现出法 啊 啊 心体啊 微心腺 那个腺是显现的意思 当然也是要随远才能够显现啊 啊 啊 所以说 若生若美 意思就是说 啊 这个象啊 幻生幻美 解不离当处 这个当处 这个处 因为这边有一个处 啊 所以有人会认我说 老是在哪一个地方 啊 不是 我刚才不是讲微心腺吗 啊 所以说 不离当处 这个处就是说 都不离于我们的自心 我们自心是什么 我们出来仗体啊 是不是 啊 所以说 例如啊 你的狂欢 不能够离开虚空 注意哦 这个 啊 花体 就是以虚空体为体 好 所以说 宇宙万法 它虽然是假象 但是这个假象之体 好 现在看我这个老人家的方向 宇宙万法 假象之体 以什么为体 以什么为体 啊 以什么为体 以我们的如来仗体为体 就是像晋体一样 对不对 啊 那个啊 晋体 啊 一片很大的这个明镜 啊 啊 摆在你眼前的时候呢 啊 你站在明镜的前面 对不对 啊 晋体里面是不是会显出你的影像啊 啊 对不对 啊你的影像是以什么为体 啊 当然是用 以晋体为体啊 因为晋体显现出你的这个影像嘛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你这个摄身是假摄身 那你站在晋体前面的时候 晋体是不是会显现出你这个摄身的像 在晋体里面 而且说 晋中的影像 是以晋体为体 始终要记起来 要记起来 啊 所以说宇宙万法投射在我们心体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是怎么样 是障体可以显现出宇宙万法之体 啊 所以说宇宙万法是以我们的心体为体 啊 那相当于晋体前面的物像 都是以晋中 晋中的影像 是以晋体为体 好那么呢 啊 虚空中的话 是以什么为法体 啊 是以什么为法体 对啦 很有智慧 好 假如你刚刚出来的呢 啊 你要是没有去入法义 对不对 好 那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去入 好 假如你这些老餐 啊 你已经听过了好几次 你讲法义 讲一次老师就知道你已经了之了 不要一直在强调 为什么应该要让别人有发言的机会 否则的话你这个是强出头 要千万记住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好 现在 我提一个问题 提一个问题 嗯 对不对 我现在你 要人家来回答 嗯 这个 这个刘居士啊 这个刘秀慧啊 你现在来回答 那 假如 这个设法 这个设法 是从我的眼根中生出 我的眼有见性 那么从我眼根中生出去的设法 有没有见性 点头还是摇头 哦 哦 这个地方就有插入了 对不对 阿蘇老师再讲一次 有情界 有情界 生出有情 知道没有 对不对 啊 比方说 啊 一个妈咪生出的小孩 对不对 妈咪是不是有情界 相对小孩是有情界 对不对 好 好 那注意 在这个地方注意 假如我的眼根 我的眼根能够见物 是不是我的眼根有见性啊 好 那么呢 假如这个设法 是从我眼根生出来的 就是相当于说 这个设法 是从我的见性当中生出去的 那么 在这个 从我眼根中生出去的设法 到虚空中的时候 哦 那么在虚空中的设法 是不是也有见性 这个地方你要懂 啊 对不对 学会到这个地方 走不过来吗 有见性的设法 我眼是有见性 才能够见物 是不是 眼有见性 能够见物 那么这个物 假如是从我的眼根的见性 生出来的 见性所生之物 那是不是他也是有见性 好 那么呢 这个设法 有见性的设法 在虚空中的时候呢 当然 他 他可以见虚空 为什么有见性啊 现在 好 注意哦 这个是一个比方 好 那么呢 这个假如 这一个有见性的设法 对不对 他从虚空中 要回旋回来 入于我的眼根的时候 他是不是第一个 会先见到我自己的眼啊 对不对 好 那假如说 这个虚空中的这个设法 对不对 他有见性的时候 他要入于 从虚空中 回旋过来 要入于我的心的时候 这个设法 有什么 有见性啊 那这个设法 是不是可以见到我的心体 这个是一个重点 所以说 在我们前一堂课 跟这一堂课 这个重点 要是没有办法去入 你后面的那个五音 你就会怎么样 会有个个疼 而且呢 假如你跟人家结缘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强辩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对方 也许 他的上根福 福的因缘 没有你这么殊胜 所以你可以比方 比方说 假如你认为这样子的话呢 你要这样 知道没有 你说呢 这个设法 我们从我们的眼根中伸出去 你就要告诉他 好 那么你假如说 你的想法 你的举例 这个是对的 你要先跟他说 假如是对的 然后你再一一的来 破除他的妄点 知道没 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 什么设法 是从我们的眼根伸出去 设法 就会有真知 他也会有见性 哪里有可能是做件事 他也不可能 他怎么会这样说出来 他就是不知 没有办法究竟了知 那你有因缘的探究世尊的信性大法 你应该什么 要以世尊 他这个诠释法 来道破 道破就是说 好 那姑且 你所认为的这个论点是对的 好 那么怎么样 就来道破 这样知道没 所以说你法义 我们是论是可以 论就是讨论 但是不能真 言之旁的那个真 一真 我告诉你 真 就有真跟爱 真心之旁的那个真 就有真爱 有真爱 就会有仇恨 怀恨于心 就会去称恨心 称恨心 那一定 以众生的角度来讲 他会心存报复 那报复的时候 你的内心里面就没有办法自杀 有报复你的妄念一产生 那么你付诸于行动的时候 就会造 造什么 造业 有业一定会怎么样 有业一定会受报 所以要记得这一点 你这一次是明明已经知道 你是在受果报 那你千万不要有一种很消极的想法 就想说 哎呀那个都是我以前所做的 以前所做的 我这一次就甘愿受报 你这个是有点意气用事 你应该是心存忏悔在先 然后说还好 第一第二句 马上讲说 还好 果报就是如此而已 还好 我知道要探究世尊者 心境大法 对不对 一定是要这样来 不要马上称恨心 你不要再跟我讲了 反正我的果报你已经见到了 是不是难道这样还不够吗 一点一点一点 马上又抱怨出来 然后呢 怎么样 彼此同参道友当中 就是又怎么样 他争入的欲厉害 然后都又讲说 我又不是在讲你的缺点 他说 我没有缺点 对不对 我没有缺点的 我是受报而来的 你本本就是受报而来 你没有缺点 你是要怎么受报 没有缺点而来的 那个都是再来人 对不对 那是什么 成愿的 再来人 你感觉说 你是再来人 可以啦 頭前跟他说幾句 再来什么 轮回的人 对不对 你不要说 对啦 你是再来人 你就跟他说 你现在是不是国报 你到底 他就不贏 他就不贏 他不贏 他怕打妄语 入于善恶道 你说 你很谦虚 我知道你的心中是在享受 我是 但是 再来 轮回的人 他一定不会否认 你说 你如果知道就好了 再说这一遍 要做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是出现在道场当中 许许多多的 这个连掌菩萨 他有时候抱怨 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 跟认同他的委屈 所以有时候啊 千万要记住 在道场 在道场 你所听闻的 是世尊的心性大法 那么你 你心所弃悔的 应该是世尊心性大法的法义 无意的言论 最好能够少说 也不要有人聚在一起 在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喜欢 对不对 你现在在说什么 你就加入 人家不愿意你加入 你却是舍不得走 对不对 你舍不得放下 然后彼此当中 又是用电话来指责 这句话是你讲的 这句话是他讲的 多的是 所以老师总是希望 我们在做诸位居士大德 你们入于我们的这个教室 最好是怎么样 保持什么 保持怎么样 保持你那一颗安详自在的心 言要观 世尊所开示的这个心性大法 就有文字向的显示 你如何去入法义 对不对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你此生此世 已经有这个因缘 来接受世尊的心性大法 此生此世 不要白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未来是不一定可以出现在人间 你即使出现在人间 不一定能够遇到政治正见者 对不对 你能够出现在有佛法的国度 是不是 即使 好啦 你未来是出现在川普的家族当中 这好子 你怎么知道要学习 你怎么知道要学习 那真是不得了 是不是 借用你们家的财富 赶快来扶持善道 老师现在是跟你说的 对不对 因为大富大贵 他不是罪恶 不是罪恶 就是比较难学佛 因为他没有逆境 对不对 没有逆境 好来 接下来 我们再看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一切法 皆不理以当处 就是说 不理以置心 所以说万法唯心限 好 例如黄花不理以虚空 花体 就是以虚空为体 啊 由于呢 是我们本如来障体 注意 这一个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八个字 你们要把它圈起来 常住 不动 好 然后接下来 妙明周远 我相信 这一个是出现在 375月里面 如来障的士德 如来障 妙真如性的士德 有人说 老师 我返一下好吗 375月 前些时候 老师哥跟大家提示过 你在这个地方 最好看到 好 常住不动 妙明周远 375月里面 有说到吗 好 这个呢 妙真如性 这个横上的禁德 有没有妙真如性的士德 有看到吗 对 你最好呢 这个士德的空白 上面空白之处 你把它写出来 常住妙明不动周远 因为你写的笔角在空白之处 当你在翻队的时候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法医的出处 所以你假如在375月当中 有写上我们妙真如性的士德 你现在看到 这个我们382月里面 有一个常住不动 妙明周远 你就知道 你现在是在论什么 论我们妙真如性的士德 好 由于呢 我们本如来 脏体 它是常住不动的 好 那你为什么知道 它是常住不动 什么是常住 没有去来 我们称为常住 什么叫做不动 因为我们的脏体 它本来就是极灭 不生不灭的 它的本无生命 阿弥陀佛 所以说要记住 这个士德 你们可以 守按作382月 然后呢 你就找到375月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 哦原来妙真如性的士德 好 那么呢 什么称为 体恒无变 就是因为它是不动啊 如来脏体 它是恒常无变的 即使它是随缘 但是体是不动 所以呢 它不 所以故 非是属于因缘 所以 体是随缘 但是它不是因缘造作法 假如是因缘造作的话呢 那我们的脏体 会随着原生 生缘缘 脏体随缘 并不是说脏体 是随着缘的生缘 而有生缘 那脏体有生缘的话 怎么可以称为 它是常住不动 是不是 所以说 故非因缘 那么呢 本如来脏 为什么称为 妙明周缘呢 什么称为妙明呢 所谓的妙明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一个无处不片 就是说 我们的如来葬性 它这个妙真理性 它是处处皆是圆满周缘 就是圆满周缘 所以它周缘 那我们的不属于迷雾 要注意 你看到那个375月246第六行 不属于迷也不属于物 才成为妙明 那个迷跟物你们要切开 不属于迷也不属于物 为什么我们的藏性不属于物 因为它本来就有真字 你为什么要将真字里面讲一个物子呢 你叫做头上鞍头 是不是 本来不属于迷也不属于物 为什么不属于迷跟物 众生迷惘之时 如来葬性不会随着你而迷失 当你误入赞然极尽之心性 你转世成智之时 我们的葬性也是如如不动 因为它就在当下 对不对 所以说 不管真如 幻生幻媚 我们的如来葬体 它都是如如不动 都是如如不动 所以我们称为本不生 本不媚的如来葬妙真如性 现在我们翻到382月 对不对 好 就是因为呢 如来葬体 它是妙明周圆 它的妙用呢 很可随缘 故非是自然 对不对 因为自然是无云无缘 那既然葬体 它的妙用可以随缘 体随缘 但是体是不变的 所以说 它不是属于无云无缘的自然性 那么呢 一一极是妙真如性 这边的一一 就是指的五云六柱十二柱十八戒 都是如来葬妙真如性 好 果能善用其心 就是说 众生 若果能够善用其 本不生 本不媚的葬心 就是我们的真见真性啊 然后呢 一致起观察 就是以如如致来测照 那么如此呢 就可以清见 有看到那支清门 清见就是如实的见 色阴之根本 色阴的根本是什么 是如来葬随缘所限 色阴没有实在体性 所以说是色阴的根本 即使色阴就是借此色阴之物 便可以通达实相 我刚才已经提示过大家 这个实相就是宇宙万法的真实的本体 也是宇宙万法的根源 它是绝对真实的 它不可坏顾 那实相呢 那实相呢 我们讲说真如啦 第一地啦 佛性啦 法性啦 法界啦 这个都是实相 那更古以来 没有人去破坏它 它是一个宇宙的真理 所以说 世尊 怎么样 发现了宇宙的真理 不是世尊创造宇宙的真理 对不对 世尊 虽然是八千次成佛 但是呢 这一个宇宙的真理 是始终都是存在的 好 是亘古魂长的 要注意 好 好不容易 真的是很不容易 好 我们这个摄音 暂时圆满 好 来告一个小小的段落 注意 这个摄音啊 好 这个摄音是坚固的妄想 好 对不对 那这个以后 我们呢 会 以我们 前些时候 在过年前 那是跟大家 结缘的 这一个讲义当中 我们还会再说明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 能够了知 为什么五音是本如来照妙真主性 接下来我们才可以知道 这个五重妄想 五重妄想 五重妄想就是 五音就是妄想 你说他是妄想不死 他为什么呢 有何可知他是妄想不死的呢 对不对 然后世尊再想是 再来pose 五重妄想的由来 那这个就我们呢 这个五音就会一层一层 我们跟大家来解法缘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382页里面的最后一行的这个经文 好 不如妄生性无伟孙 其人无故 以二手掌于空相摩 妄生色华 能热诸相 注意我们现在要进入什么音 受音 受音就是绝受 一种虚妄的绝受 这个受要注意 眼睛看老师这个方向 这个受音要产生之前 一定要先触 触就是说接触 就是说你的六根 你的六根接触六层的刹那之间 你取静 就是你取这个境界入于心 那就会有受 就会有绝受 有绝受在想 想你没看 你那个想 你在桌面上写 是不是心上有像 称为想 对不对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好 此段呢 它是在显示受音 即是如来照妙真如性 所以说以下的这个诠释文 要开一个心法为四音 注意心法 在五音里面 摄音当然是摄法 但是呢 受音、响音、心音、四音 这个四音 都是属于心法 受 这个受音的这个受 它就是五片形当中 这个受的心所 五片形 知道没有 五十一个心所 有没有 五十一个心所 那个表格 五十一个心所 那个表格 那个廖居士 跟那个刘居士 你没有那些表格 没有关系 这个 下堂克 有音言 老师会将以前的那个表格 八千万五十一个心所 八千万五十一个心所 对不对 还有那个十全门 廖居士 你那边找不到的 五十一个心所里面 老师都把它 编成 编成一个图档 所以你可以找 可以 老师可以拿那个图档 跟大家结缘 一样 现在呢 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让老师知道 哪些人 没有五十一个心所 的这一个表 还有呢 这个 八四四分图 还有呢 这个还原金里面的十全门 对不对 虽然你们以前没有上过 但是拿那个表姐 拿的那个图档 老师所编的那个图档 放在你的桌面上 看起来也是蛮丰富的 看上课一瞬 下课回去 可能老师在讲这一段 那你就是脸串 知道没 因为老师没有办法 再从这个八心往五十一个心所 慢慢讲 但是以后有音缘 我们会尤其是那个十全门 就是那个十全门 好 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 好 那么呢 这个兽 就是以领纳为他的义 领纳 领纳什么 领纳见戒 所以说这个处啊 我们这个兽因 兽因呢 他这个处 就是五片型心所当中的 这个兽的心所 那么这个兽 你一定要有境界 你才会有绝受 那有境界的产生一定是六根对六成 对不对 你取境 你取了境界 你对那个境界 产生绝受 好那接下来 领纳为一 领纳境界的啊 那么你领纳 领纳的那个苦境呢 就是领纳 那一般说 领纳就是说 你领纳的是热境 或者是说 你领纳的是不苦不乐之境相的时候呢 就会生成 你看 顺境就会产生热受啊 领纳就会产生苦受啊 不苦不乐 这个境界那当然就是一个舍受啦 但是舍受 凡夫众生比较难做到 比较难做到 当然也有啦 我们不能说没有 好 那么呢 这个三受 三受是指哪三受 大声的讲出来 这个三受指的是指哪三受 对 苦受热受 还有舍受 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啦 好 虽然在诸事当中 这个诸事指的是说 虽然啊 在我们的这一个八受当中 也可以讲是七转世当中 虽然在七转世当中 或是说在诸事在八受当中 皆有受这一个新手 但是呢 前五是跟进相对之时 受的这个作用偏多 啊 啊 啊 五是 他这边的五是指的就是 五跟 啊 对五成境界所产生的五是 所以他这边讲 五是跟进相对之时 受的这个作用啊 偏多 啊 偏多 所以也可以讲说 受的力 受的这个作用力是最强的 好 所以呢 我们通常都是以五因为受因 啊 所以这个受因啊 你可以画一个箭头 在这个空白之处 啊 你可以写一个五是为受因 那有人说老师 那些五是是对五跟对五成境界 没有错 啊 但是呢 跟对成相对之时所产生的 比方说在眼的话就是眼事啊 对不对 在耳就是耳事啊 但是这个五是 随即第二个刹那 他马上 是 还会再对境 是 还会再对境 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呢 都会有记忆 都有记忆 啊 比方说呢 啊 我现在呢 眼睛啊 第一次见到啊 我 我们的啊 这个管居士 人家介绍说 我这个是管居士 好 我现在眼是 了知的管居士 这个居士 好 我第二次见到管居士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哦 其实我记不得他是 啊 但是我知道 哎呀 这个居士我上次见过 是不是啊 所以是不是就是 是 在对境 那是不是会换 换取你的成瘾呢 是不是 哦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 好 即以五是为受音 所以受音是指什么 受音是指什么 五是就是受音 五是就是受音 所以说你这个受音 就是五是就是 即以五是为受音 所以人家假如 啊 受音是什么 你的五是 就是五是 五是 五是是什么 眼是耳是 鼻是 还有什么 蛇是 还有什么 身是 知道没有 身是 是指这个 我们摄身的这个是 不是说你的身世 注意 好 是我呢 就自法为一 所以什么叫做自法 自法你在旁边要注明 比方说 我们的眼是 是不是对设法 对不对 而我们的这个耳是 对什么 对生成 对不对 所以说眼是对设法 耳是就对生成 对不对 鼻呢 就是什么样 相错成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 眼睛攀眼设法 耳攀眼生成 鼻是相错成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以身世来领受促成之境 注意 身世 五是里面是 五是里面是 以身世来领受促成 自己促成 好 这个促成呢 啊 放了八块很广 好 其实这个促成就是说 当外界之臣 啊 啊 来接触到我们这个身 我们 身有绝受 知道 这个是冷啦 这个是热啦 对不对 好 这个都属于促成 好 以身世来领受 对不对 好 注意 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发觉到 他为什么是讲身世 不讲身根 啊 为什么讲身世 不讲身根 因为这个身世 那一定是怎么样啊 你要跟 成相对时候 有这个身世产生 这个身世才会来 来绝受到促成 要是这样 知道没有 所以有了 这样 这样给他打过而已 好 身世领受促成 人们问 为什么是身世 啊 就是身 身根 他的一个了别式 是不是 所以说 他要领受促成的时候 那 你没有根存相对 引出的身世 有身世的一个了别 对不对 你怎么会知道 你接受了什么促成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啊 眼睛堪老师这个地方 讲到这个身世来领受促成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 你们不能够忽略他 这个身世 注意 我们身根 的这个了别性啊 是非常非常 难去伺候的 我为什么 讲到这个身世来领受促成 这件 这个呢 在山上啊 这个似乎也提出这个问题 比方说 比方说 有的人啊 他喜欢 做那个柔软性的这个沙发 听到不 嘿 那有的人呢 他喜欢做藤椅 那有的人喜欢做这个木质的这个椅子的面 那是不是沙发椅 藤椅跟木质的椅给某一些人 他这个深根的这一个了别性 各个不同 那有的人啊 他习惯性做了沙发 那么呢 他去某一个地方啊 即使我这是举例说啦 有某一个居室啊 你祝你那种用心 哦 当然是没有这个现象啦 那将那个 好 对不对 成乡所做的椅啊 成乡 成乡 跪 跪了椅子都成乡做的 啊 请他啦 啊来做 这个 成乡所做的椅 他会感觉怎么样 在他不知道这个是成乡椅的时候呢 他会感觉怎么样 像这样也是无事的主宰啦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什么在作用 深事在作用 他一下他就是习惯 那个很柔软的那个沙发椅 知道没有 啊 所以说不是说椅子的好坏 而是他这个深事对于 他所接触的这个物质现象的一个角色 这样知道没有 啊 比方说呢 啊有的人 啊 这个沙 这个摄氏 摄一桌啊 嗯 他又穿一个汉山 你不能说他不对 因为他他 有的人说老是 啊 他就伺候啦 不怕冷 哦 这个话不能讲 嗯 这个话不能讲的 因为你要告诉他 哦 你真是 真是 身体有受过训练 哦 不簡單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啊 这个深事 是 是 一般人 很难去注意的 你呢 被物质现象 啊 所掌控 但是你却是怎么样 却是认为 嗯 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 好了 我现在老师在访问大家 嘿 啊 从古时候到现在 哦 有哪一位 嗯 老师那不讲名啊 哪一位啊 啊 是因为 陈上之以而起 叫慢行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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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想 嗯 我还在想 当然老师现在 也不能够讲到 啊 那假如老师 问你们啊 啊 主币三位最残 什么人做的 啊 回去 快返日店 嗯 嗯 对不对 是谁 讲到什么国师 诶 五十国书 知道没 所以说 这个是为什么老师 刚刚特别会歧视 哦 因为有的人啊 他不知道 这个陈湘雨的珍贵 对不对 啊 当然这句是共用心 他一向都是做那个 很柔软的沙发雨 对不对 啊 人家坐下来 二分之一的人啊 身都都米下去了 啊 他怎么这样好 很难讲 哦 所以说 人实在是不好事哦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调试自己 哦 何况说啊 啊 你要来来来 来调试他人 是不是 所以说 改变 你要改变他人 你要先改变你自己 哦 是不是啊 好来接下来 但是 是出于假设 对 啊 就是以上呢 我们所取的例子啦 啊 啊 这以后我们的全诗文里面所取的例子都都是出于假设哦 哦 这个假设啊 啊 又呢 啊 又偏远于绅士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我们的绅士啊 他呢 啊 这个受的力道是最强 前五四 受的作用力是最强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以举例来讲啊 盛世来领受促成之境呢 他是出于一种假设 因为等一下我们所取的例子里面啊 他已经跟你提示啦 盛世而且是出于假设 所以说呢 我们才能够做 以盛世来作为比喻 好 我们现在看第二段 好 比如有人就是做假设啦 啊 有此一个人啊 啊 他手足愿然安静 啊 百孩调和顺势 啊 注意 讲到手足愿然安静 百孩调和顺势 他这个比喻 马上 你就要将这个此欲 这个欲啊 你把它画一个圆圈 然后呢 你画一个箭头向上 或者的话呢 念了半天 他就是这样念下来 所以你在探究能眼睛的时候 你要注意 他每一句的名相当中 你要知道 他是在比喻 还是在有法和 还是是总论 或者是说他是在道破 都要注意 所以说你 由此一人 守足愿然安静 百孩调和顺畅 这个就是比喻 我们的真如是不动的 而且信德自如 就是说 正信是德 如如不动 这个就是一小段 忽然忘身 什么人忽然忘身 就是原本守足愿人 安静把海调适的 这个人呢 忽然忘身 注意哦 忽然忘身 这个身也可以讲这个字 是设身的这个身 忽然忘身 为什么呢 忽然忘其有身 这个身就是说 不知 注意 这个不知 就是说 因为他是平常啊 都是怎么样 守足愿然安静啊 没变苦啊 所以他不会觉得说 我有这个身根的存在 没有圣经跟逆经 来启发他 他不晓得 我有热受跟苦受 是不是 所以说 忽然忘其有身 就是说 不知道 有这一个身的存在 注意哦 不知有身的存在 意思就是说 忽然忘身的意思 不是说 他没有这个身心哦 要搞清楚 好 那 大凡人生啊 那 对 遇到 这个有 你的 遇有苦 遇有乐之时 才会觉得有身之在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所以呢 才会 绝受有苦受跟热受的这个境界 好 若是没有苦受没有热受的话呢 即不知有身 这个不知也可以讲说 没有去在意了 没有注意到的意思 好 这个忘身呢 我们可以 啊 把他当作是 忘身 来解 好 来解 好 这个尚且就是说 一旦忘身 尚且不觉得有这个身的这个存在 那 那又岂会知道 啊 身有绝受呢 好 那么的 为 就是苦受 顺就是热受 但是老师在这个地方要告诉大家 苦受跟热受 没有一定的水平 没有一定的水平 啊 你心情好 啊 即使是逆境 你觉得说啊 没有什么啦 对不对 你心情要是恶劣到极点 啊 对不对 稍微蚊子一叮啦 你就这样背起来跳 嗯 是不是啊 风吹草动 你就感觉说世界都是跟你作对 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众生 什么叫做众生 烦恼 挂爱 不断的生 这叫做众生 是不是 好 来接下来 我也是苦受 顺是热受 苦受热受 啊 两无 就是说 既没有苦受 也没有热受 那么呢 就是责 并生 以后就连这个社身 一怎么样 一展望 哎 好 那正是属于什么 正是属于社寿 正是属于社寿 啊 那么呢 这个是比喻什么 比喻我们心体 注意 这个心体最好 好 你把它写一个 暂极的心体 我们灾难极见的心体呢 他是本来哦 他本来就是理念 理向 无所住的 所以他就是本无受印 啊 你不要只是看这个潜意的文字 其实假如你以深奥的意理 你去剖析他 你就知道啊 我们的心体 我们灾难极见的心体 他本来就是理念理向 无所住的 既然是无所住 那当然就是本无受印哦 哦 哦 对不对 没有苦受热受啊 还有不苦不热受的舍受吗 对不对 好 以舍受很难破 舍受 舍受难破 因为不苦不热嘛 哦 好 顾下指示 约着下文 就是我们下的诠释文 好 只是以苦受跟热受 哦 来破除 啊 破除什么 啊 受阴是虚妄的 啊 是虚妄的 好 我们现在看到数第二行 奇人 这个奇人就是 原本是手足艳然的 安静吧 还调和的这一个人啊 他无故 这无故就是无端的 啊 没有任何的理由的 他忽然呢 一两个手掌 于空相模 于空相模 好 现在呢 你手 按住这个地方 好 或是一笔注意 现在眼睛看老师这个方向 好 有人讲到两个手掌啊 老师忽然间 又有新来的这个学员 很多人 啊 都讲说 老师 有时候在举例的时候 多举例一点 这样我们可以慢慢契入 很简单 讲到这两个手掌 好 有人会讲啊 这个圆起 圆起 好 你的手掌 左手掌 跟右手掌 好 你现在将两个手掌 啊 放在你的身体前面 欸 对 好 左手掌 你举起来 左手掌 好 好 请放下 右手掌 好 现在呢 两个手掌 离开 离开 跟你的肩膀平宽 你有手掌啊 对不对 那有没有画出声音 没有 没有声 好 你用力两掌相拍 有声吗 好 啊 相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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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不对 深层 在哪里 因为深是随着你双掌相及 这个元旗 啊 身 没有体性 身一没有实体性 是不是 元旗信空 啊 但是你有没有两个手掌 啊 当然有 所以你不能够用断媚论 喔 光是这个几掌啊 就能够诠释出世尊 他对我们众生的开示 有啊 左手掌 右手掌有啊 是不是 喔 那所以说 好 我们在做全示文的时候 刚才因为这个地方刚才讲到两个手掌 好 老师就稍作说明 所以说啊 万法都是借着缘起 都是这个缘起 好 其人无端 就是无故与两手掌 有二个手掌 与于空相谋 无故就是无端起望 这个地方就是无端起望 啊 那么呢 两手呢 啊 于空中相谋 哦 那么呢 这个要注意 就是说 跟 成 相对 啊 对不对 两个手掌 于空相谋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 跟成 相对啦 啊 那意思就是讲说 深昧心 阿赖也是心 不能够离于我们的真心真性 啊 我们真心真 也可以讲如来葬啊 也可以讲真如 就是说 阿赖也是 他不能够离开我们的如来葬体 啊 那么阿赖也是在这何处啊 那一念无明的妄动 对不对 所以呢 将我们的真心真性 转变成为一个阿赖也是 就是转变成我们的什么 啊 无明的夜市 对不对 啊 所以说 啊 深昧跟不深昧合合 重点是 深昧不能够离于不深昧之心 嗯 哦 这样子 不是说他们混合要注意哦 好 三世恶行 就是 三世才刚刚升起 好 是旺生啊 三世啊 啊 转向 夜向转向 还有现象 对不对 好 那么三世恶行 那六处就静坐 啊 就是 静这为远 六处 随着 虚妄的展身 所以说 三世六处 好 一二手掌中 妄身有 色 滑 冷 热 等出 他就是说 虚妄的妄先 有什么 有受音之相 对不对 你若是两手掌 不宜空中相谋的话呢 那就没有这些虚妄的绝受 好呢 好现在呢 请翻到三百八十四页 好 我现在请经文 受音当之 亦夫如是 好 那么呢 世尊是先做比喻 比喻什么 原本这个人是百海条士 啊 那后来无端的呢 用两手于空中相谋 这个都是比喻 好 那么这一段 此是指法和 法和 法和 好 那么呢 一切受音是虚妄 那自然 我们当以这个比例的探究而可知 好 好 一如呢 啊这个魔掌 注意 那魔掌 有人说说这个魔啊 那 那是这个连掌的菩萨 他的 他手边没有能言经的讲义 他听说 哦 受音是魔掌 嗯 他把这个魔 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魔啊 心魔的那个魔 好 所以连掌菩萨 阿弥陀佛 哦多听音声党要多听几次 哦 好来 接下来 一如魔掌 啊 耳望生有绝掌 你有看到吗 魔掌才会有绝掌 而且这个绝掌是虚妄不死的 好 这个比喻呢 啊 啊 急是制法 哦 注意哦 这个制法就是说 他这一个绝掌 不是外来的 这个绝掌不是外面平摆无故 会让你有这个绝掌 而是怎么样 制法 制法就是说 你自己有这个魔掌的 这一个 啊 这一个动作 然后呢 才会有这个绝掌 所以这个制法也可以讲就是 制作 啊 自有受 知道没有 啊 所以说 若但 能够了知这个比喻是虚妄的啊 啊 那么呢 便知受应是虚妄 受应就是虚明的妄想 是不是 好来 那么呢 藏性由来是如如不动的 啊 我们赞然极尽的心性是本来就是不动的 啊 本来无受 那当然啦 啊 啊 啊 如如不动啊 啊 赞然极尽的心性 对不对 他本来就是理相理念无所住的啦 既然是无所住何来有受呢 因为本为一法可得嘛 啊 那么呢 这个是比喻中什么呢 欲中就是在比喻当中 啊 有人是比喻 啊 这个是藏性 啊 注意 本来无受 啊 藏性不动 本来无受 这个就是说 那在比喻中是比喻我们的藏性是怎么样 赞然极尽的心性 本来就是理念理相无所住的 好 那么呢 假如以燕安调世 就是这个四个字来做比喻 有没有前面我们刚刚经典上都有提示过 啊 这个是比喻什么 比喻我们的藏性是不动的 啊 藏性是赞然极尽不动的 好 那么呢 无故二掌 于空中相谋 这个就是比喻 啊 无端的就是没有理由的 啊 来 忘取无名 啊 这头上安妥啦 忘取无名呢 啊 因为无名无体 无名无因 啊 来自于众生没有办法彻底了悟 我们的真如理体 他是理相理念无所住的 哦 才会一念心动不知觉知 哦 才会忘取无名 无端取无名嘛 啊 假如是啊 无名有因 有实体 那我们可以来追寻他的来处 是不是 就是因为无名无因 没有实体 那完全是来自于心的一念的妄动 哦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好 接下来 好 不生妹 与生妹合合 而忘生有三世六出 好 你们告诉我 这个不生妹指的指指什么 不生妹指的指指什么 嗯 就真如性 很好 也可以讲如来脏 哦 对不对 那以生妹呢 这个生妹是指什么 啊 是指阿赖也是 对不对 啊 所以说不生妹与生妹合格 也就是阿赖也是没有实体体性 他是以如来脏体为体 啊 那所以就是不生妹与生妹合格 注意哦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哦 很多人都是错觉佛意 啊 以为有一个不生妹心跟生妹心合格 啊 啊 这个要注意 好 就是因为啊 生妹心不能够离开我们本不生 本不妹的葬心 所以呢 因为一念无名的妄动 可往生有三四六出 啊 那就是比喻呢 什么 由于啊 啊 两掌于空中相模 所以会产生有色 滑 冷 热 好 诸相 就是说 寿因之诸相 啊 那个色 就是比喻 啊 啊 山徒的苦受 有不天然说酸色酸色 有不 色就是比喻 山徒的苦受 啊 那么你 滑 是比喻 人天的热受 但是这个地方 人天的热受 即使是天人啊 啊 对不对 他的热受也是不是究竟 啊 这个天福享尽啊 仍然是会堕落 好 好 好 来 这个能是比喻什么 能比喻什么 二圣人至 自己这个至 就是停滞在什么 啊 在偏空 哦 在偏空 就是说 停留在什么 啊 停留在我空的 极尽的 这个枯受 枯受 好 他不是正受啦 好 那这个仍呢 是比什么 全教菩萨 就是说 尚未 啊 没有在波罗蜜 像像 都是离像 啊 啊 对不对 每个多罗蜜都是离像的 这个全教菩萨里面 世修 这个世修 为什么讲世修 因为他还没有离像 啊 啊 全教菩萨 他在 啊 这个 六度波罗蜜当中 没有办法像像立像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修 是指什么 是指 热受等水 这个热受指的就是指 苦受跟热受等 哎 就是讲 生事领受促成的这个修啦 知道没有 修就是指 生事领受促成啦 啊 所以 成为修 知道没有 前面刚刚讲过 好 这个呢 以上皆是在显明 从真 从真 其妄 注意 从真 其妄 也是要注意 不可错解佛益 就是说是妄 不履于真 所以成为从真 其妄 为什么讲妄 不履于真 因为妄 他没有实在提醒 啊 他是依于我们的真心真性 因为众生不了物 真心真性 本来是理念 理想无所处的 而忘其心动 所以不自觉之 所以才会期望 所以这个就是从真 其妄 好 那接下来 啊 我们来看 啊 就欲来想辨 啊 就比喻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五二 就是说 就以上的比喻 我们再来详细的分辨 注意哦 这一段就是详细的分辨 啊 我先请经文 啊那 始祝幻处 不从空来 接下来这四个字念出来 啊 就是说也不从长处 啊 啊 这个的我们再来看全诗文 这个幻处 既然这个处 上面加上一个幻 那也就是说 身世所绝的 这一个促寿 就是促成啊 促寿啊 促寿啊 也可以讲 身世所绝的促寿 就是这个绝寿啦 啊 那呢 空中本来无一物 但是呢 两掌相磨之后 会往生有诸处 这个诸处指的是指哪一些啊 对啦 色法冷热很好 很有智慧 啊所以说呢 诸是虚妄不死的 这些促 啊 这一些的促寿 都是虚妄不死 对不对 因为你两掌 若是没有在空中相磨的话 它不会有这一些绝缩产生 是不是 啊 所以说虚妄不死 故称为妄 好 上两句呢 是表示说 啊 让我们能够了知啊 啊 这个啊 不从空来 又不从长出 我们要来探究啊 啊 这一个 为什么 这个处是虚妄不死 我们要来探究它的来处哦 对不对 虽然它是不死的虚妄的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 它为什么是虚妄 为什么它是不死 啊 好来接下来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倒数第二行经文 如是阿难 若空来者 既能处长 何而不处生 哦 世尊 每一段的法义 在诠释的时候 假如有这两个 想辨这两个字 你们一定要 一定 拿起笔 你旁边一定要 一张 纸 或者是笔记 你要记起来 你当下的 当下手领悟是什么 然后你多看几次 多听医生长几次 你就会渐渐的觉得说 哦 原来世尊说 开释的法义 是如此的深奥 哦 好 如此的殊胜 好 既能处长 何不处生呢 好 不应虚空 选择来处 哦 虚空选择来处 哦 光是这几个字 哦 我们实在是赞叹 世尊的智慧 哦 好啦 我们现在看 385页的第一行 好 这一段呢 啊 以下的这个诠释文 都是在详细 啊 啊 来分辨 啊 以来推破 注意 推 就是说 来推论 啊 来推论 来破除 众生认为 这个受音是实在的 他不曉得受音是虚妄的 啊 所以说先正破 啊 先正破 啊 啊 空来 或者说这个受音啊 啊 啊 这个幻处啊 就是身是首绝的啊 啊 这个受受啊 啊 啊 是从空来 他要破先破除 啊 因为众生执着啊 啊 是从虚空来嘛 好 那身之外 皆是虚空 哦 有没有哦 刚才呢 老师不是举例过吗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若是 这个身是 所觉的 这个受受啊 是从虚空中来的 啊 若从空来 那但是呢 啊 你为了要自己 在法义上啊 连串啊 因为初学嘛 啊 啊 要探究法义啊 要去除一些隔疼 所以你再多加几个字 啊 假如 这个身是 所觉的 这个触受啊 他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啊 因为他梁手掌啊 在虚空中相抹嘛 啊 他都认为说 假如啊 这个身是所觉的 这个触受啊 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好 那注意哦 好 那么呢 这一个虚空中所生出来的 这个触受啊 他就能够 触于掌 那何以不能够触于生呢 对不对 啊 虚空 就是我们生以外的这个虚空 既然可以生出的 啊 这一个触受 那既然他会 啊 这个触 羊掌相谋 啊 啊 这个触受呢 会从 啊 会从长中生出来 对不对 我们所长是不是也是属于生啊 对不对 他为什么他不触生 只是触掌而已呢 哦 啊 到这儿 开始 眼睛 要稍微怎么样 看我老人家这个地方 嘿 不要一直 禁止 知道没 嘿 听法语你要当做是 是一种都非常殊胜的 啊 一种绝受 绝受 因为我们现在在说绝受 好 注意 世尊要开始 他说 要正破 正破就是说 要正面 正面来说 我们这个触受啊 绝对 不是 不是怎么样 不是正受 不是从虚空中来 好 我们的生之外 是不是都是虚空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生是假设生 啊 这是实体的话 他一定占有一个空间嘛 是不是 好 那么身手上的空间之外 就是虚空 他现在是 你现在是要这样比喻 要这样子来 来入法 所以说你 当你 双掌在虚空中 双掌是不是在虚空中啊 虚空中相谋之时 会有这一些 色 怎么样 滑冷热的 这一个处受 产生的时候 既然你是在虚空中 双掌相谋 对不对 你的手啊 会有这一些的 这个处受的这个绝兽 对不对 色滑 冷热 对不对 那虚空 除了这个射身之外 都是虚空 对不对 假如说这个绝兽啊 这个处受 是从虚空中来 那不应该 是只有这个绝兽 从虚空中来 不应该说 从虚空中来的这个绝兽 只是啊 只是 只是发生在我的手掌当中啊 他为什么不会触我的身 啊 你听不懂 因为手掌 是不是属于生根的一部分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是这样 好 那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第二行 好 那么呢 虚空 本是无知觉 虚空无知 虚空就是完空嘛 对不对 不应该说 虚空 对不对 虚空 他是完空 他是没有智慧的空 是不是 而且也有虚空的名 其实虚空啊 就是众生心中的设法 其实虚空也是属于众生心中的一个 无形的设法 好 所以说呢 虚空本是无知觉 不应该说 无情的虚空 无境界的虚空 他有选择性 他有他的智慧的选择性 虚空哪有智慧 对不对 虚空是完空 对不对 他是属于无情界 所以说他不应该是有他的智慧 他在自己选择 他喜来处找 这个四个字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爱 而且很贴切 虚空呢 不得是无情界 对不对 那么呢 你说无情界 他自己有选择性吗 当然是没有 那虚空 是无情界的虚空 你不能说他虚空 他有那个选择性 他喜欢 他欢喜 他欢喜来处长 他不喜欢处身 你不能这样说 这个道理行不通的 虚空是不是无情界 虚空是不是完空 对不对 这样是完空 他哪里会有真知 对不对 所以说 你不能说虚空 他有智慧 他可以做一个简则 我就喜欢来处长 我不喜欢去处身 处身 知道 处身就是说 让身有这个觉处 那不是说三恶道的处身 还记得 我现在都要强调 因为连长的菩萨很认真 听阴森党 所以 也有困扰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 第三行的经文 好 现在请经文 我已经讲到 385页 第三行 好 若从长出 因非待何 又长出故 何则长之 离则处入 碧 碗 骨 水 因一觉 之 入食 中饥 入食 中饥 这四个字 你不能够把它切掉 不能够把它切掉 也不能够把它切分 那有人呢 就是老师这个入食中饥 当然我们这个经文上 是不能够加减字 不能修改的 好 那么呢 你就稍稍 再写个小小的字 就是入食之 中饥 你够自己这个字 那么呢 你自己在 自己在二讲的时候呢 对不对 自己在训练自己 在讲法义的时候 你就 就不会有一个岔路 好 必有决心 知乎 知入 自有一物 自有一物 圣中 往来 那么呢 你可以再加一个字 自有一物 在 圣中 往来 你 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何待何之 要明为处呢 好 那这个要明为处 就是财 财要明为处呢 也可以这样讲 好 那么呢 刚才 我们是正破 是从虚空中来 那现在 我们要来正破 从掌中 来生出 这个说 这些畜兽啦 你要破 从掌中 出生 那就是表示说怎么样 这个畜兽 绝对 不是从掌中 生出来的 前面讲 正破空 就是说 这个绝兽 这个畜兽 也不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 是正破 就是 当下 击破 好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好 是这段的 这个全世文 就是正破 这一个 畜兽啦 绝对不是 从掌中 从生出来的 好 这一段 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弃入 你慢慢的 慢慢的 老师会多讲几次 曰 就是说 假如呢 我们以 为何不出 意思就是说 当你掌 就是双掌 为何之时 那么呢 你 这个畜兽 这个畜兽 就是生世啦 生世所觉的这个畜兽啦 生世的畜兽啦 就是说 若是以双掌为何 那么则 那么则畜兽 不会生出 就是说 没有畜兽的意思啦 你双掌 没有何 对不对 啊 没有相抹的时候 那这个畜兽 当然没有生出来啊 啊 对不对 那么呢 那畜兽 那畜兽 不生出嘛 那么双掌既兽 离开 那畜兽也不入 有人说 是 双掌离开 那怎么会双掌 那个畜兽 会用入这个字呢 哇 你这次有智慧 问得很好 等一下马上就会告诉你 啊 好 两图皆要破 啊 两图皆要破 所以说成为正破 好 那么这个音字啦 应该是念平生啦 这个大家都知道 出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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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二句是哪出二句啊 经文来讲 出二句是哪出二句 若从长出 因非待合 知道没 好 说说 若此畜兽 就是说 这个生世的畜兽啊 是从长中生出来的 是从长中生出来喔 最好你这个若此畜兽 这个地方发一个圆的实心 哦 从这个地方 哦 你这个要详细分辨啊 啊 若这一个 色滑 冷热的这个畜兽啊 啊 是从 你的长中生出来的 那么呢 照道理讲 啊 你还没有合长之前啊 啊 你这一个 畜兽 那 应该就可以生出来啊 为什么 因为假如说这个畜兽 是从长 手掌里面可以生出来 那 掌中可以生出色滑 冷热的这个畜兽的时候 照道理讲 掌中可以生出这些畜兽 那你双掌还没有合之前 对不对 那应该这个畜兽 就可以从掌中生出来啊 啊 知道没 这会渐渐的开始会难啊 啊 啊 要射心射念 啊 啊 我再讲一次 假如 啊 这一个畜兽 啊 是从长中可以生出 啊 那么呢 在双掌未合之前 对不对 那么 就应当会有这些畜兽生出 不应该要等到双掌合之后 这些畜兽才生出来 这样子弹没有 好 现在手按住这个地方 或是笔 现在请按老 看老师的这个方向 好 比方说 我这个掌啊 好 因为老师意思 我们拿麦克风 只能够用到 这个绝兽 就是说 这个生根的畜兽 对不对 色滑 冷热 这个畜兽 是从掌生出来的 是从掌生出来的 掌可以生至畜兽 那么呢 照道理讲 掌就可以生出畜兽 他不需要等到双掌相合 在空中相抹的时候 这个畜兽才产生 这样知道没 好 好啦 接下来 又 啊 掌出就是说 假如这个畜兽是有掌 就可以生出来 以下的这个权势文 那你要知道哦 啊 那么呢 合掌 就是掌中 应该有畜兽生出 啊 那么呢 假如畜兽啊 可以从掌中呢 有畜 那么是不是 必有入啊 掌就可以生出畜兽嘛 注意 掌可以生出畜兽 啊 那么呢 这个畜兽从掌生出来 那当然他也可以回到手掌里面啊 这个入 你旁边可以给他写 回 回到 回到你的掌中 有从掌中生出来 当然是从回到掌中去啊 对不对 啊 你是从东边的门出来的 啊 我说啊你回去 啊当然你要从东边的门回去啊 对不对 从何而来从何而去啊 啊 是不是 好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不难 这个不难 好 那么呢 离死 那一定要知道 双掌离开之死 你要多几个字 你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 非常非常的明确 好 离死就是说 当双掌 啊 离开之死 双掌离开 意思就是双掌不相谋之死 那么呢 则应该知道哦 则应该知道 有这一个掌掌呢 已经 入 入就是说 回到我们的身中了 回到我们的掌中 在这地方讲掌中 比较清楚 如果双掌离开之死 那么就应该知道哦 对不对 这个掌掌呢 啊 已经怎么样 已经啊 再回到掌中 啊 回到掌中 好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 如果有人 啊 这个地方 这个是乳哦 如果有人 啊 如果有乳 如果呢 啊 这一个授授啊 可以从掌中生出 双掌离开的时候 你应该要知道这个授授 已经回到你的掌中了嘛 对不对 那么呢 啊 就是有出有入咯 啊 那么呢 你的手 你的腕 你的肘 跟你的手背 啊 有人说 你的臂大 有手背 啊 以及啊 你的骨 你的骨髓 也应当要知道啊 要觉知啊 觉知有这一个授授 已经回到了你的掌中了嘛 啊 那这个时候 你应该知道哦 啊 那么呢 这个授授 进入你的掌中之时啊 他应该有中绩啊 对不对 应该有中绩 因为你 那个掌 双掌在 这个空中相抹的时候 你知道有这一些 啊 这四种的授授 对不对 那么呢 当你双掌离开的时候呢 啊 这个授授应该回到你的掌中啊 啊 你手掌是不是跟身体是同一个生根 对不对 当这些授授 啊 回到你的掌中的时候啊 那么呢 你的手腕啊 关节啦 骨髓也应该都是要有觉知啊 觉知这个授授 已经回到你的掌中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有觉知授授 已经回到你的掌中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知 这个授授的 这个回到掌中的这个中绩 它在哪里啊 是不是 所以 在于你身中的何处 这个中绩叫这个知 啊 此处受啊 啊 进入啊 你掌中 甚至于是进入你身体当中 他的中绩 是在你身体中的何处 就是哪一个处啊 啊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 好 必有一个决心啊 就是必有决心 我们人当然有决心 但是他这个地方的决心 不是指我们 暂然极尽的心性 他这个地方的决心是指说 必然有一个觉知的这个心 当然这是忘觉啦 必然有一个觉知的心 来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这个授授的 出跟入的这个中绩 好 那么呢 这只授授呢 对不对 既然他有中绩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生根啊 啊 又有这个觉知啊 这个心啊 可以知道说 哦哦 这个生是所觉得这个授授啊 啊 有出有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授授啦 就怎么样 啊 自有一物 就是说 正如 正如是有一物 啊 对不对 正如 自有一物 啊 啊 啊 他有他的自体性啊 对不对 因为他的有中绩可循嘛 对不对 那就是相当于这个授授 一定有他的这个体性啊 啊 对不对 是正如有一物啊 啊 他有他的体性啊 对不对 啊 在人的生根中近处往来 啊 这个时候 我们才可以明知为处哦 那为什么 又要等待 你双掌相合 与空中相模的时候 对不对 才可以知道啊 他有这个冷热滑涩的 这一个觉知呢 啊 这个时候 对不对 要合掌相模绝瘦产生的时候呢 你才知道 他是有 你掌中有绝处之瘦呢 好 现在 啊 现在眼睛先看我老人家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可能 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没有关系 你现在看啊 啊 老师这边的比喻 假如 说 我双掌 于空中相模之时啊 啊 掌中可以伸出 滑涩冷热的这个觉寿出来 那么 假如说 这个觉寿 我这个绅士的觉寿啊 是从掌伸出来的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 这个掌可以伸出觉寿 对不对 那不需要两掌相合去相模啊 他本来就应该会有觉寿 我双掌离开的时候 他也是会有觉寿产生啊 冷热滑涩的这个觉寿产生啊 不需要等待双掌相合 而且还要在虚空中相模 对不对 好 假如说 这一个觉寿 是从掌中伸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你就想想看 他从掌中伸出 掌中可以伸出觉寿 那照道理讲 我双手相模掌伸出这四种觉寿 我双掌离开的时候 本来从我掌中伸出来的觉寿 他应该回到我的掌中啊 这样听不懂 应该回到我的手掌里面 好 那么呢 他这个觉寿 居然可以出 让我觉得 那么他入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可以觉知 他回到哪里去 他回到哪里去 比方说 我的这个骨髓啦 我的手臂啦 我的关节啦 是不是 是不是属于我生根的一部分 手掌是不是也是属于生根的一部分 他可以从手掌中伸出 我双手相模的时候 他可以产生这四种觉寿 当我双掌离开之时 这个觉寿 也应该会回到我的掌中啊 我的掌中是生根的一部分 照道理讲 我的手臂啦 骨髓 也应该会知道 这个觉寿 回到我身中的哪一处 知道没有 假如 我们可以知道 身根 就是手臂啦 骨髓 都可以知道 这个 四种觉寿 已经回到了我的掌中 回到了我的身内 又知道 他回到何处 我身中的何处 那是不是 这一个觉寿 就有觉知 就是像 有一个悟 就是像 他这一个四种觉寿 就是像说 有一个悟 在我身中里面的来回出入 这样知道没有 那么你 这个觉寿 在我身中来回出入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最后一行 假如说 我的这一个 其实这个是虚妄的觉寿 但是他这个地方 还没有跟你讲虚妄的觉寿 他这个是要正破 所以说 假如 这个觉寿 能够在我 就回到我的身根里面 对不对 我的手臂 骨髓 都可以知道 他现在是回到我身根的哪一个位置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可以追踪这个觉寿的 的这一个 这个中肌 那能够有中肌 就是相当于说 这个觉寿 是怎么样 是相当于是一个悟 在我身中有来回的出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可以 才可以称呼说 这个觉寿是怎么样 在称为 他是一个觉寿 知道没 说这个地方是不难 知道没有 所以你们这个地方要注意 假如 你们可能 这个插入是在这个地方 掌可以伸出觉寿 掌中可以伸出觉寿 照道理讲 我不用双掌相合 在空中相抹的时候 才有这个觉寿 产生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这个觉寿 是从掌中可以伸出 那既然从掌中伸出 不需要双掌相合 加上在空中相抹 才有这四种的觉寿 对不对 好 那你假如说掌中可以伸出觉寿 那我双掌离开的时候 那也可以觉得说 这个四种的觉寿 对不对 从我的掌中伸出 对不对 我双手离开 不合掌相抹的时候 这个觉寿应该也会 回到我的掌中 我的掌中 是不是也是属于我身体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所以我这个觉寿 回到我的掌中的时候 照道理讲 我的手臂 骨髓 手腕 关节 各方面 都应该知道 他现在已经回到哪里了 是不是 就是有终极可寻 那既然有终极可寻的时候 就是相当于这个觉寿 就好像是一个物 就是我们事实话讲 那像是一个物 在我们的生根当中 出入来去不定 是不是 那这样子的话 假如说 觉寿就是像一种的物 我们可以来追踪它的终极 它显在我们的圣根里面 这个才能够称为觉寿 你认为这个比喻可以成立吗 觉寿 对不对 他是一个物 在身中有来回的终极可寻 那你告诉我 你苦受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个是老师是比喻 你有苦受的时候 这个苦受是从哪里来 苦受从哪里来 你居士 你心中觉得有苦受 这个苦受从哪里来 有的人不敢说 他就摸他的心中 心脏 心脏 死亡的人也有心脏 他也是有心中 如果心脏有绝肢 死亡的人也应该有绝肢才对 因为他心脏还在 对不对 那现在老师告诉你 有的人 我如果说 你为什么会知道说 有这个苦受 老师 我的心就知道 对不对 我的心就有感受了 我就问他 你心有绝受 你的心自己会有产生热受吗 那你自然你的心是在你的体内 你给他有一个热受 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掌控你的心 有苦受跟热受跟舍受 我们这个受是来自于何处 是来自于你的五世 取境 令那外境 来产生一种虚妄的接受 所以我说 你为什么有苦受 我心想的 你的心哪有万能的功能 你的心是肉团心的 如果说 六四忘心接受 这个是虚妄的接受 还说得过去 如果说 你为什么会有苦受 我的心在苦 我的心在痛苦 对不对 小小人都说 其实不 那是你六四忘心的接受 第六意识 也可以讲说 是前五四 五四的接受 第六意识 再来做一种 怎么样 一种催化 更加强五四的一个了别 变成一个分别 知道没有 所以你不能说 就我的心在痛苦 心是肉团心 是不是 他是一个 他是属于生根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一段 有没有办法了知 有没有办法了知 好 接下来 好 好 再给老师电头 没有关系 你回去 老师 我如果没有电头 又是老师叫我去问 对不对 不要怕被问 一定要欢迎 老师你再问我 我问我 老师你还会再说一次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要绝望归真 事故当之 受应虚妄 本非什么 义非是什么 好 在五一里面 他都会有这一句 都会有这一段 好 现在呢 请翻到三百八十几页啊 三八六 他就是说 是 就是说 如果 这个身世的这个处受啊 既非从虚空中而来 也非从你的所长中生出之骨 所如是 你当之 这个处受的具体就是说 这整个处受 整个处受就是 滑啦 色啦 冷啦 热了 这个身世的这个处受啊 具体就是说 全部的这个处受 好 他都是虚妄不实的 啊 本无身体就是说 本来就没有 这个 这些四种处受的 一个 实在的体性生气 好 这个身体就是实在体性生气 所以我们称为虚 乃是因为什么样 这个虚业 这个业 你这个的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业 我们不能够把它当做 个人的本月圆 这个业 就是一个造作 哦 那是一群的 两掌的相合 哎 这个业 哦 你不能说 啊 这个角色是因为 啊 我的业力 啊 当然了 这个是要更深一层的剖析 那这个业 就是一个造作 啊 那是一群的 我两掌相合虚妄的一个造作的虚妄显现 好 我们称为妄 好 那么呢 这一句 就是在总结 啊 这个我们这个武士的这个促寿啊 啊 他是这个是虚妄不辞的 啊 下二句 啊 就是在绝妄显正 啊 前面讲的 啊 这个下二句就是本非因缘 本非自然啊 啊 都是在啊 总结 就是说 促寿啊 他是 本是如来葬妙 真如信 随远所起 所以 啊 他是缘起 啊 是怎么样啊 啊 相望是信真 啊 这个是观相 缘是希望 这个相注意 这个相在这个地方讲的 就是说你身世的这些促寿 啊 华色的冷热的这些促寿的 这一些 这些生世的这一个促寿的这个像是虚妄的 啊 呢 观性 就是说 观性就是合物耶 啊 就是说我们要来了知 这些促寿 他的 没有实体性 但是 之所以 会有 两掌相莫刹长 真的这个生世的促寿 这个促寿究竟是 何物呢 啊 啊 那这个曰 就是说 他本来就非是因缘 啊 啊 这个为什么啊 啊 因缘不是说你双掌相莫之后自然就有这些促寿 不是 而是我们的如来 藏妙 真如性 随着 这一个双掌相合空中相谋 就是藏性随缘 就可以献出 你的这个生世的促寿 不是单单 不是单单有你双掌相模 他就有促寿的产生 哦 这个前面我们都讲过啦 对不对 啊 当然也是非自然的妙真如性 意思就是说 啊 也不是说 啊 这个啊 妙真如性呢 啊 对不对 他的无阴无远的 他自己就会产生促寿 不对 为什么 妙真如性虽然有妙用 但是他也是要有随缘啊 要有随缘啊 刚才老师不是让你们两个掌吗 你不是有两掌吗 那为什么没有生音 对不对 随着什么 随着双掌相及之缘 才会有果 就是生音的产生 这样知道没 好 现在再看我老人在这个方向 我们今天呢 探究到这个受音 所以你要注意 当你觉受到 你面对这个境界 觉到你内心里面啊 你去觉得苦不自在 老师要告诉你 你这个苦不自在 你要放下 你不是一直压抑自己 不是一直压抑自己 啊 我不能接到啦 对不对 还有这个苦造成我不自在 生不在 心不在 啊 我不能这样苦 影响我的自常生活 影响我的情绪 你在这个地方打转 我就是望上加望 那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这个苦受 来自合理 我领纳境界 我才会有这个出受 就是这个觉受 对不对 好 那我领纳境界 是什么能去领纳境界 你的旺视啊 你领纳这个境界 你认为这个境界 是真的 你取静入心 那当然他会有觉受 对不对 你取静入心 那当然会有觉受啊 是不是 所以说 在这个五印当中 本如来占妙真如性 你要知道他 为什么是本如来占妙真如性 他为什么不是虚空来 不是手掌啦 刚才已经讲过啦 对不对 包括色因也是一样 所以你为什么 我们在探究这个五印的时候 你要非常非常 色心色念 当然其他课程 也要色心色念 我的意思就是 告诉他 讲的这个本字 就是从本以来 对不对 这个五印就是虚妄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是虚妄 对不对 所以你要破除你这个虚妄的一个觉受 破除你虚妄的这个色音 还有接下来的 下个礼拜的响音 行音跟试音 你要破除他 你怎么破 你要倒着破 或者是要正破 所以说呢 我们上课的时候 老师总是希望 你们绝对不要缺席 绝对不要缺席 对不对 因为呢 你现场所听的 老师姐来说看我这边 看我老人家这边 对不对 好看图腾 是不是 好现在我们看我们的讲义 是不是 就是让你 换了一个境界 虽然境界是虚妄 你的六十万间也是虚妄 对不对 妄对妄 妄对妄 妄对妄就变正 意思就是说 提起你的政治正见 是不是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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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静止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大佛净土 天山 王 大佛净土 他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